傳說中金山的一場把炸鴨 這個這個這個真的很香 你看看這裡面肉加上蔥花 其實這家也是我的心頭好 太淡了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好好說好好說新北 我是詩琦 今天邀請到的這位特別來賓 據說他很帥 據說他跑得很快 讓我們一起歡迎林口區長廖武輝廖區長 大家好 我是林口區長廖武輝 現在是進入三月份 所以到了我們一年一度很重要的日子 你知道是什麼日子嗎 欸情人節不是剛過嗎 我本來想說我要你準備給情人節 飯手禮給大家 三八婦女節 三八婦女也過了 好我們準備過兒童節 你過太快了 我要講的是一年一度的全國性的一個賽事 也是我們新北市最盛大的一場 那我知道了 新北萬金石馬拉松 掌聲鼓勵 2023萬金石馬拉松 就在3月19號這個禮拜天要登場了 這是我們新北市金標籤的賽事 其實全國唯一耶 在跑圈大家都期待很久 不只是我們國內選手會非常的熱衷 連國外也會特別 讓我來秀一下我的獎牌 你的顏色不太一樣 為什麼不一樣來 因為42.19 所以你現在是跟我炫耀就等 14公里 也是很厲害了 厲害厲害 聽說你的跑齡很長 有興趣開始到現在跑步已經快9年了 不管公里數 大大小小的Size大概有200多場 光全程馬拉松也120場 其實我知道跑友除了跑之外 很重要的是他們都會知道哪裡有很多好吃 跑在北岸 哇在無敵海景以外 我覺得真的都很推薦提前去到當地 或者是跑完之後也不要急的離開 一定有很多的美景跟美食 所以話不多說 馬上來進入今天的新北歐歐家 這個是傳說中金山的隱藏版炸鴨 金山老街鴨肉真的蠻有名的 還蠻多觀光客假日的時候會去吃鴨肉 可是呢鴨肉它是汆燙的 但是有隱藏版是炸的 另外呢 今天特別帶了很多人排隊 在松山路上面的肉包 可惜大家透過畫面是聞不到這個香氣香味 超香的 各位選手我們這麼一趟到北岸岸去跑步 必要只是跑步 我們也要好好欣賞它的美景 還要吃它的美食 這個這個這個真的很香 對嘛我想說你們就錄你們的 你就吃你的 就時間有限嘛 我們 這個大藥我要說它不得不得 它真的很有嚼勁 我覺得我們家人真的很壞 攝影師只能看我們一起吃 很棒很帥氣 你現在吃這是什麼口味 這是山菜口味 你看這個包子其實不是很大 額頭不是很大 還有帶鮮肉 這是我覺得它是同班美食吧 真的不貴喔 美女是專業主持 我們只是吃人 各位你看看 這裡面 肉加上蔥花 其實這家也是我的心頭好 太淡了 這個很香 它的這個調味是剛剛好鮮 淡適中 然後再加蔥的香味 再加上它的麵皮 其實也是稍微挑了一點點甜味 可以把那個鹹味肉的鮮美再引出來 各位不要怪我真的沒空跟他講話 真的很好吃 其實你沿著賽道 往金山石門方向跑 你就會注意 有那個很有名的烤玉米啦 芋圓啦 炸雞啦 披薩啦 那更不要講到那個石門 那個石門肉粽呢 哇這根本 而且就連金山老街上 就好多可以吃的 這根本沿路就像跑者無法專心的賽道 而且萬里金山的溫泉也是很有名的 好玩的選手在那邊泡泡腳 多舒服啊 還會恢復你的體力 介紹完新北厚厚甲之後呢 我們吃完了 待會兒馬上要進入我們的快問快答 第一題 萬金石馬拉松總共涵蓋了幾個行政區 三個 萬金石就是萬里金山石門 2023年世界田徑總會 將馬拉松賽事分為幾個等級 四個等級 分別是白金 金 金英 還有表現賽斯 萬金石馬拉松是全國唯一的金標籤馬拉松賽事 全國唯一 第三題 萬金石馬拉松分為哪些競賽長度 標準的全程馬拉松42.195公里 以及10公里組別 挑戰馬 這是我的等級 萬金石馬拉松沿線有許多的景點 區長可以任選出三個嗎 我們就每一區都來一個 像萬里區就是野柳蒂子公園 那金山呢 竹台雙魚 那石門就是石門洞啦 稿子背的不錯 讚 這是選擇體 身為一個專業的跑者 以下四個答案 你會選哪一個來補充體力 第一個 熊龍魚湯 西瓜 三 巧克力片 四 軟糖 我會選巧克力片 但我相信大家很多人會對熊龍魚湯有興趣 不是西瓜嗎 西瓜解渴啊 我的腸胃我怕受不了 我選巧克力 巧克力 最快吸收它的熱量 然後也比較快完成補給 身為一個專業的跑者 當然我們在賽道上一定要留下最美最帥氣的一面 請問一下 當你在面臨前方一百公尺出現攝影師的時候 你會做什麼樣動作 我個人第一件事 我一定會先看周邊有沒有其他跑者 甚至有沒有美女在附近 為什麼 因為你要追上他 不是 因為我要遠離他 因為攝影師都只會拍美女 我個人的小秘訣是 先拉開劇 等到快到接近的時候 跟攝影師眼神交會 看向他 然後立刻擺出動作 他知道要拍你了 你知道要被拍了 所以你的招牌動作是什麼 讚 耶 愛心 我有沒有心目中覺得萬金石馬拉松 路線當中最美的路段 我跑了這麼多年 說真的他全線都非常的美 但是呢讓我印象又特別深了 大概是回城的金山非常有名的黃金大橋 而且他是非常著名的波浪路 就看起來是一個會跳舞的路段 為什麼我沒有印象 不好意思這個路段大概是要跑到 32公里的時候會經過 沒關係我們挑戰馬的朋友 在你就是要即將從這個龜喉魚港 跑進主線道的時候 你會經過很漂亮的 維納斯海岸線 對啊那是10公里獨特的路線 對啊你也看不到 是不是 要這樣子比較就對了 2023萬金石馬拉松 也是亞洲首場的綠色認證金標前賽事 區場你應該知道 每年賽前都會完成淨灘對不對 對啊像今年也是都特別有這樣做的安排 就是通過賽事介紹我們的環境 也希望大家愛護環境 所以除了例行的賽前淨灘 補給在地化還有賽道機群的電動化 賽事資訊的五指化這些綠色作為之外 我們看到區長身上的這個跑衣 他使用環保可回收的材質 來製作的選手跑衣 而且還首創把選手的衣保袋 跟新北的環保兩用袋結合 回家可以重複不戰地再使用 減少一次性的浪費 也讓我們的賽事呢 朝向綠色永續的目標持續邁進 圈過矩目的2023萬金石馬拉松 在這個禮拜天要正式起跑了 身為我們經常參與的這個專業資深跑友 區長有什麼樣的提醒大家 像我們這麼高級的馬拉松賽事 很多人都有興趣 然後會來跟大家加油啦鼓勵啦 那那個就要注意交管也要注意安全 所以要注意喔有這個交通管制 詳情的狀況大家可以自己上官網 有詳細的活動資訊 賽道的規模還有交通管制等等資訊 都會在上面 喜歡我們節目的朋友 歡迎記得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今天好好說 好好說新北 我們下次見 拜拜 賽道見 今年你有沒有給自己一個目標要跑多少 很多男性跑者的追求 都希望在4小時以內去完成 但是要帥特快就是比較彈性 我們要往3小時來努力 你以往有過3小時嗎 以往有跑進地獄過3小時內 可是我現在這樣講出來 到時候我沒做到你們會不會笑 我開始有點緊張 我為什麼不笑 飲料成功 好3小時完賽大家注意 好